歡迎收看 余思豪辣 余思豪辣 再跟美女好 來 出傳 你們今天三片一樣高的特產品 沒有 這樣高的耶 我是高的一高 三出的 一般高 一般高...好不好 邰哥 現在人為了追求方面外食 是 你知道外送平台的比例很高 以前也賺得很兇 他們有統計2023年前三季 光是飲料這個訂單 就超過7200萬杯 可怕 7200萬杯 所以換算如果是以台灣人口來說 等於每個人就點了三杯 可怕 好可怕 現在最熱門的外送品 不外乎就是奶茶 那邰哥你猜第二名是什麼 奶茶完了 那就是那種 你說像麥當勞 對啊...是嗎 NO 答案是 真的很奇怪 是喔 如果以地區來說 東部最熱門 最熱門的是 小籠包 南部最熱門的是 很好吃... 是喔 好啦 現在都很注重健康嘛 常常聽到這個外食不健康 那我們今天就來考考大家 對外食的健康知識 到底了解多少 是 好不好 身為母親的我 工作又常吃外食被逼的 所以 考驗應該難不倒我 你看山豬這臉就寫著 我吃外食 所以 山豬不吃外食是什麼 對啊 我跟他一起 對不對 我跟他一對好 好嗎 提醒你們喔 對 他有懲罰 對 真的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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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兒子好像跟他差不多高耶 媽媽... 好可怕... 好可怕 那我們就今天馬上來 進行我們第一段的 來 馬上是我們第一段的 這個 一起難選吧 來 小奶最近吃完早餐 都會昏昏欲睡 請問是她的哪個早餐 組合出了問題 一 燕麥加牛奶 二 燻雞蛋餅加拿鐵 三 里基漢堡加烏糖鮮奶茶 這應該不難吧 好不好 要看清楚說 是什麼 吃了這個早餐 會昏昏欲睡 好不好 來 請作答 請搶答 搶答 來 兩個不知道 他拿得相當容易 而且都沒人跟他搶 放回去... 我再聽一次 他用 你這樣贏得很沒有 好不好 而且他就摸摸這樣拿槍 對啊 我說請搶答的時候 要搶旗子 到底是哪個吃的 會昏昏欲睡 請搶答 你好壞耶 你為什麼反應慢慢拍啊 連手都沒摸到 我能不能換個隊友 雲汐妳不見得會答對 很難說 我覺得我會答對 我這一隊有多老 妳有什麼案例啊 我呼呼欲睡的翹楚 我自己現在愛吃的 其實就是蛋餅類的 然後豆漿 但蛋餅裡面一定要有肉 為什麼呢 因為我以前在學生時期 我發現我只要在家 有時候想要說減肥或是什麼 吃簡單一點的 我就會吃一個厚片加果醬 就等於只吃了澱粉 我就出門 那時候我住淡水 然後我坐... 坐到大概北投站的時候 我就已經開始暈了 睡著了 不是 那個是發昏了 就是然後我大概到原山上 我是兩眼發黑 血糖... 血糖太低 對... 然後我那時候是還要衝下車 然後呼吸空氣 然後在那邊緩一下 我才... 我的那個暈的症狀 才會好一點 然後我後來就發現 早上一定要有肉 要有蛋白質 我是不能只吃澱粉 是 對 所以我覺得是贏 因為它是燕麥跟牛奶 所以都沒有肉 都沒有肉 都沒有肉 對 所以它會呼呼欲睡 而且牛奶裡面有蓋子啊 睡前喝牛奶就會幫助睡眠 那一早上喝 你睡死了 好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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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點痛 超厲害 超厲害的耶 你這樣分析好像還滿有道理的 對啊 不好意思 請問一下 是贏了是不是 這麼開心 那我們這點請問 黃醫師來幫我們解答 答案真的就是 對 Dora很厲害 她剛剛真的有講到 一個很好的觀念 對 我覺得我們這題其實 滿陷阱的 大家看那個燕麥牛奶 都覺得好健康有沒有 對 我們會昏昏欲睡 我們來比較 我們不看熱量的話 它的含糖量多 以糖分來講的話 含糖還是多的 然後沒有錯 就是血糖 血糖的波動 如果說我們如果說 真的含糖量高 我們很快血糖會上升 因為我們身體不容許說 自己血糖快速增加 胰島速度趕快工作嘛 又讓它趕快下來 這個起伏 就讓你昏昏欲睡了 就容易 剛剛Dora也提到說 所以蛋白質很重要 所以你看第二個選項 它有熏肌肉 蛋餅蛋有沒有 然後再來就是禮肌漢堡 然後或許裡面有一個蛋 多受蛋白質 對 蛋白質 像我就跟大家分享 我的案例是這樣 我有一個患者是一個 大概50多歲的一個大哥 所以他的工作 是有危險性 有挑戰 他要開那種吊車 在一個高空作業這樣 要開中那個 他有高血壓 然後血壓控制的都還不錯 他有一陣子就覺得奇怪 怎麼早上工作之後 會好累好累 尤其過了50歲 累到整個這樣昏昏的 他就問他的同事說 有風的飄嗎 就 現在沒什麼風 你怎麼 他說我一直 就累到人在晃 結果趕快來醫院做檢查 我就發現說 你血壓控制得很好 然後其他你的心電圖 抽血報告 沒有什麼問題 我就說 你是不是沒有吃早餐 所以低血糖 沒有 我早餐吃很豐富 我常說奶酥麵包 紅豆麵包 或是土司再加果醬 不夠我再加個饅頭 然後你都喝什麼 灌裝飲料 什麼什麼咖啡 什麼都要去買 怎麼可能不夠 不對啦 你這樣是不對 雖然說你吃得很多 你反而讓你就是我剛剛講到 血糖增加太快 你過了年紀之後 或許你的運動不夠 的胰島素處理不好 或你處理得不OK 他起伏嘛 他起伏你就會覺得 人疲倦沒有精神 整個沒有能量 能量的續航力就不夠 所以我們就會推薦大家 幾個這個 比較接地氣的早餐組 其實中間這條就是像 以蛋白蛋餅 蛋吐司 或你要蛋漢堡 OK嗎 或是饅頭夾蛋為基礎 那當然如果說 你要很追求健康 你可以有全苦類 你可以有全麥蛋餅 全麥吐司 或是全麥麵包 當然更好 旁邊一欄就告訴你說 我們要怎麼去搭配呢 要是你的這個蛋餅 是火腿蛋餅 是這個里肌的蛋餅 或燻肌的蛋餅 那又有多的蛋白質 對不對 或是你有鮪魚的 那我們也可以配鮪魚蛋餅 鮪魚蛋吐司 或是你饅頭夾蛋 你再多個火腿里肌 那如果說你喜歡吃起司的話 你也可以再起司蛋餅 然後起司蛋吐司 那也可以更多蛋白質 那如果說你覺得說 你想要 不想要那麼多 那你有一個蛋餅之後 你可以用蔬菜 你也可以吃譬如說 蔬菜蛋餅 蔬菜蛋吐司 那也是很好 另外一種營養的價值 也有纖維素 你也不會讓你的血糖波動那麼大 那飲料我們還是推薦說 不要說那麼多 如果你喜歡喝咖啡 加一些鮮奶 OK 那不一定要加太多的糖 那你喜歡喝茶 你可以無糖紅茶 或無糖的鮮奶茶 那豆漿很好 無糖豆漿 它又有 是一個很優質的蛋白 那也是盡量無糖的 這樣更好 好啦 對 好是三次的錯 講太慢了 好啦 現在不要讓了 我說請假拿餐的搶旗子 好 馬上來下一題請出題 小婷在減脂蛋還是很想吃素食 請問一下食物哪個最不能吃 一 即是漢堡 二 炸雞腿 三 麥克雞塊 聽清楚啊 減脂喔 好不好 請假拿 不是 你是故意的嗎 是 你是故意的嗎 那個 顏麗婷小姐 你要看到山豬她動作 本來就是這款 就已經慢嘛 你知道她剛剛跟我說什麼嗎 我是山豬一定要搶到 因為我們可能會 可以打得比他們多題 然後她就說 可是麗玲姐 我左手很慢 左手 然後她就說我敢右手 右手也是搶手 右手距離比較遠 到底 請做答 你覺得呢 你覺得是哪一個 1 2 3 即是漢堡 炸雞腿 我賣顆雞塊 減脂喔 減脂喔 減...等一下 減脂的話 那應該不能有炸的 應該是炸雞 最不能夠吃喔 最不能夠吃的 最不能吃喔 對 炸雞 為什麼要選炸雞腿 炸雞腿 炸雞腿 感覺她脂肪很多 那個山豬 我以前一直聽說你 後來有一對人說身體不好 然後你就說 要休息一下子 對... 那個是身體的疾病問題 那你現在也沒有好 現在沒有...不會好 就是不要... 不要惡化就好 不要惡化就好 就什麼... 因為我有那個免疫系統疾病 免疫系統 所以那個免疫系統會攻擊 那我就盡量都吃藥控制 對 那你要減脂什麼 你有什麼案例 減脂是... 因為像我以前啊 會跟我朋友 約去吃那種麥當勞 或者漢堡王這種 對 一個禮拜 會約個三四次這樣 這麼多 然後其他的時間 我可能會去買那種 就是三隻一百... 三個一百的那種雞腿排 就是那種夜市在買 我知道...就是一顆一 還沒有那麼大的那個 對...就是... 然後再買那個 Zero可樂來... 天啊 都是不健康的 第一次的罪惡感 對... 然後我平常的那個體重 大概是維持在98左右 可是那一陣子 一直在跟朋友約 然後一直在吃那種素食 結果後來我的體重 就掉到104 然後我就去... 我就回診的時候 我的醫師就告訴說 我的那個血壓 跟我的膽固醇都偏高 叫我要減個五到十公斤 後來我就改變我的飲食 就是說我變成一天吃兩餐 有一餐可能就是去那種便當店 然後跟他說我不要飯 然後就只有菜跟肉這樣子 然後後面就慢慢的這樣改變 比如說有點想吃炸的時候 就可能就點一個雞排而已 是 對...就是有稍微滿足到 可是我的量又沒有到那麼大 後來我的體重就真的有... 有減到96公斤這樣 對...所以我覺得那個不吃電腩 好像差別還是滿大的 那你現在幾公斤 我現在... 今天早上量是98啦 對... 還在... 你有98 看不出來耶 因為他個子... 不是 個子小 他真的看不出來有這麼重 對 所以我有在控制啊 對... 你... 你這樣怎麼沒有控制 開心的嗎 突然有點心虛 來 我們請你們 那個 韓影 營養師 答案是錯的 來 等一下喔 錯你們有機會 來 他就打... 炸雞腿不是 他就打... 我真的要換隊友 他打這個隊 然後我就換...他說 雞腿... 什麼鬼啊 我現在... 到底 我現在點菜 不是問你喜歡吃什麼 不是... 不是... 那這樣就即時漢堡 是嗎 你猜即時漢堡 為什麼 因為那個即時漢堡 它有麵包的本體 然後它有即時 然後加上裡面那塊肉 所以它的油脂量應該算高 會被麵包吸走 營養師我這樣講 對嗎 他不能回答你 好啦 以他最近可能... 所以你們就是一樣 疑似瘦身有成的 疑似... 好 來 正確解答是 答案是3 麥克雞塊 你看我就不能聽你的 對 為什麼 麥克雞塊 對 你看山豬的體型 代表你需要來學一下 健康的營養 真的 山豬跟營養師好 好好求教一下 剛剛在講說即時漢堡 其實它是有一些澱粉 然後它的肉其實是用煎的 它的吸油量不像炸的麥克雞塊 它跟炸雞腿吸油量這麼高 而且你要減脂 我們燃燒脂肪 還是需要一些些澱粉類 所以建議大家不要 真的一味的去排斥澱粉 所以即時漢堡是可以的 那炸雞腿跟麥克雞塊 為什麼是雞塊比較不行呢 因為雞塊它是去裹粉的 它裹了一些玉米澱粉 所以這個澱粉它會吸大量的油脂 而且其實它切得比較小塊 它吸油量是更高的 所以相對來講 麥克雞塊是加工品 炸雞腿它比較類似圓形食物 真的是 可以吃皮 你還可以選擇 那其實 那我這邊有學生就是 它三餐都吃炸的 都吃炸雞腿 然後也會點一些 像林卡可樂等等的 但是它不知道從哪裡聽來說 聽說你吃了很多油炸 要大量的維生素C 可以讓你預防中風 那所以它就每次吃了炸雞之後 就要點兩杯柳橙汁來搭配 超甜 超甜 沒想到一個月後 天啊 那個內臟脂肪 竟然從10 飆到13了 而且血壓還飆到150 我就跟他說 親愛的 你知道嗎 你的食物搭配錯了 吃素食店 其實還是有更好的選擇 但你選了柳橙汁 大量的果糖 反而會讓你的三酸甘油脂 有糖加油就等於胖了 我建議他說 你要好好的換一下你的飲食 那我們就設計了一個這個 素食店也可以越多 吃越瘦的組合 主食類我們盡量是選煎的 不要選炸的 所以其實像是烤的牛肉堡 或是烤雞 甚至是那種捲餅的烤雞 或是那種現在蔬菜可以包漢堡 我覺得都是非常好的選擇 那一定都會有所謂的副餐 所以副餐你盡量選小份一點 所以不要加鹽的小薯條 因為還是有一些馬鈴薯 雖然是炸的 但相對來講 它是真的熱量比較低的 那當然沙拉是最推的選擇 如果要炸的簡單的洋蔥 因為它也只有三個 所以我覺得還是可以選的 那飲料類像剛剛就講 林卡可樂 林卡汽水 無湯的茶 氣泡水這些等等 都比你去選果汁來得好 所以這個給大家參考 你看果汁大家強調新鮮新鮮 果汁反而它果汁 糖分太高 別忘了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並按下小鈴鐺 看我們最新的影片 如果想要收看更精采的內容 記得選旁邊的影片喔